三国演义中汉水之战的时候 老将黄忠物重埋伏 赵云前去救援 内枪浑身上下 若舞梨花 遍体纷纷如飘锐雪 下得张合 徐晃不敢上前 而赵云却并没有建好救收 他不仅救出了老将黄忠 还再次突入重围 救出了受伤的布将张主 当时曹操在高处观战 得知在战场中最耀眼的人 正是赵云的时候 感慨到昔日当阳长板英雄尚在 表达了他对赵云的欣赏和惊叹 当然了 曹操对赵云印象深刻 也是应该的 毕竟当初长板破一战 赵云单枪匹马 在万军之中七进七出 不仅砍倒了两面大旗 夺朔三条 还杀死了曹操五十余元将领 就算无子江梁之一的张合 将其逼入了马坑 也没能奈何得了他 最终还是让他突围而去 当时曹操就对他生了爱才之心 甚至打算将其生擒 可惜未能如愿 而且被赵云长板破一战的表现 惊艳倒的 远不止曹操一人 还有万千读者 甚至在后世之中 赵云都被冠上了长盛将军的称号 可是到了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赵云因为中了成武之计 被夏侯茂六万大军困在了凤鸣山 却无论如何都不能突围而出 最后甚至任命的叹息说 吴不服老死于此地 幸好诸葛亮提前安排了张包和观星二人救援 他才侥幸生还 说到此处 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 那就是赵云一向骁勇 既然能在长板坡之战和汗水之战中 面对敌军的包围 如入无人之境 到了凤鸣山之战时 他为什么不能重现当年的辉煌了呢 说到此处 也许有人会说 长板坡之战的时候 赵云正是巅峰时期 有那样出彩的表现 还可以理解 到了凤鸣山之前的时候 他早已须法皆白 哪里还能有当年的战力呢 可是如果我们细读小说 就会发现赵云与黄忠一样 都是老当义壮的典型 就在凤鸣山之战前 赵云还曾与夏侯帽麾下的西梁名将 也就是寒德父子五人对战 而且在一一敌多的情况下 亲手杀掉了这父子五人 这样的战力 哪里像是年老体衰呢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被乱军包围 赵云在长板坡之战中 能够七进七出大战雄风 到了凤鸣山之战 却只能认命 根本无法突围而出 对于这个问题 小编认为 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 赵云的心态问题 在长板坡之战的时候 赵云主要是 为了救护右主流禅 不能死 也不能被抓 这种情况下 他一定会被激发出潜能 从而超常发挥 到了凤鸣山之战的时候 在他出征之前 诸葛亮就数次提到 他已经年迈 很容易出现意外 虽然他极力反驳 坚持上阵 但是内心却早已动摇 觉得自己不负当年的英勇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战力就会受到影响 很难突围而出 第二 面对的情况不一样 在长板坡之战的时候 曹军主要是在追杀刘备的兵马 以及抢夺人口 战力品 赵云本不该出现在战场上 只不过他为了救刘备的加小而返回 一路冲杀 表现太过骁勇 才被大家注意到 而曹操看到他的存在之后 也立马下令 不准放冷箭 这种情况下 赵云突围的难度 降低了不少 到了凤鸣山之战的时候 乘武和夏侯帽 一心置赵云于死地 派六万大军 八位大将专门围攻赵云 而赵云身边仅有千余人 更可怕是 他们不仅上演人海战术 还准备了类目 炮石等武器 这种情况下 赵云想要突围 却难上加难 通篇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得知 在长板坡 七进七出的赵云 到了凤鸣山之战时 却无力突围 并不仅是因为他老了 还因为他的心态有区别 面对的战场 也有很大的差别